哈喽,我来 到21点30分 地点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55号 七楼教室 课程名称 威魔结晶 生命实践 对话人工智慧2 你们看到今天是谁上榜 沈荣海 他为什么上榜 你们知道吗 一定是写得非常好 对吧 他的好是你们所没有的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写在里头 譬如说他里头有提到说 那个量子就是 阿因斯坦为什么被量子力学给打败 是因为阿因斯坦他主张 那个是传输的嘛 对 传输的速度就不会不能超过光速嘛 对吧 但是量子纠缠 不是运用这种道理嘛 对吧 量子纠缠运用什么道理 用什么道理 量子纠缠一定不是用传输的啊 因为如果用传输的话 又受到C的平方光速平方的限制了嘛 所以他一定不是用传输的嘛 可是阿因斯坦一直认为量子纠缠就是用传输的 所以他不认同说 从这里起心动念可以感召千万里以外的人事实地物 他完全不认同 他说 为什么你们主张说 从这里起心动念可以感召千万里以外的东西 是因为这当中一定有人类所不能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的影变量 那个蒋荣立 你就是错在这里啊 你刚好相反啦 你刚好认为说 认为说 这个量子纠缠用的就是影变量啊 所以我说你不要一直超 你要听师傅解释 你超了个大半天 你都错 你一篇文章里头错了两个非常的严重 我等一下还会再讲到 另外一个你也是错误的 所以你上课真的不要一直超 一直不断的超 我在天地教讲课 看到那个罗立云也是拼命超拼命超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说你们不要超 我说因为那个 我有传那个讲义嘛 我本来在疗房的时候自己搞搞搞 就那个电脑有问题 就没有办法传讲义给天地教 后来经过王护中大教授的协助 我在大巴上面解决了这个事情 然后就传讲义给 给那个秘书长 但是他 我不知道他好像没有发给大家 后来他跟我解释说 他就是说上课就讲座完了以后 他有赶快传 因为他发现这个讲座太重要了 所以他就下放给大家 所以我在台上我就看到罗立云一直在那边抄抄 我说你不要抄你不要抄 我说你会拿到讲义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刘晓萍秘书长没有发讲义给大家 我当然不知道 因为我在大巴上9点我就发给他了 对吧 所以你们不管上哪一个老师的课也好 我的个性都是这样子 我到堂上课 我一定是非常认真的听 而不是非常认真的抄 你抄一堆没有用啊 你解释是错的嘛 对吧 这多少的 多少次师傅都一再的强调 千万不要只是抄啦 你抄一大把都没用啦 你误解重重嘛 对吧 为什么我一直讲说 你要懂道理好修行 你不懂道理的话 你做死了 人家也不知道你怎么死的呀 对吧 所以一定要懂道理要善用方法 你看吧 你们做不来的事情 师傅就用改变方法 你看到吗 阅读量你们做不好 对吧 给你几个月的时间 你做不好嘛 对吧 后来师傅就改变策略 要你强制你一定要用话题 你再也不能再用关系导向啦 你的点赞完全不行啊 新的策略还没出来以前 总是130 140 完全没有办法达到170 完全不可能 后来师傅是不是又使出一套方法 现在你们可神了呢 对吧 现在今天不到10点你们就达170 然后尤娟跟我讲 新的基本限是175 我本来在那边空高兴 她说师傅先别高兴 你现在的合格限是175 我说好175 我说他们 我说你们现在很厉害 一下子就突破了 我要来的时候已经飙到190了 你知道吗 所以方法很重要 你经营人生也其实也是一样 你用错方法的话 你会非常的辛苦 你一定要想办法 你看到情况不对了 要怎么样 赶快改变策略嘛 赶快改变策略嘛 你不能呆呆的死在那里啊 不动啊 抱怨啊 那都没有用 一定要想办法改变策略 师傅已经一而再再而三 哪一件事情能够干扰到师傅 几乎没有啦 我看这个不行了 马上就改变策略 对吧 你看我救那个杨忠林 其实也是一样啊 因为那个10月6号的时候杨忠林 杨忠倩来跟我讲 我问她说 这件事情发生多久了 她说有一阵子了 我说啊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在讲啊 所以我发现你们都有一个 同样的弊端 就是不敢讲 你不敢讲 你自己也没有能力吗 像这种事情 失踪了这种事情 越拖是越死而已啊 因为不知道他是活着 还是死掉了啊 是不是 然后我问杨忠倩说 他是下课了来公养师傅的时候 他跟我讲 我说好那就路上再讲吧 然后在路上的时候 我问他说 那你弟弟失踪是活着还是死掉了 他说不知道 我说怎么能够这样子做啊 你至少你使监法 你一定要确定他还是活着嘛 对吧 所以他就认为他找到师傅就OK了啦 你知道吗 那可是话不能这么说 我说如果你跟我讲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我还是没办法啊 因为他不是今天才发生嘛 对吧 所以像这种事情 你们一定要学乖 一定事情不是这么办的 你事情发生了你就要赶快讲 你千万不要拖拖拖拖拖到都救不了了 就像黄书尔的先生那个陈嘉伦 这边长那么大的一个瘤了 而且那个华生瘤 开这个颈动脉是极度危险的 黄书尔也是都不老实喔 他已经好几次被师傅逮到不老实了 那是那一个学期最后一堂课 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 然后 然后 在靠近车厂的时候 他还问我说 师傅你知道华生瘤吗 我说知道啊 我说那个很危险 在这里 不容易开刀 要开也不是 不开也不是 然后 我说有什么事啊 他说欸 他说那个陈嘉伦好像这里有 好像这里有一个华生瘤 好像 其实那已经都确定这么大了嘛 对吧 瘤都这么明显这么大 我说那他要开刀嘛 他说好像没有 结果就 然后 后来1月25号 我们不是开那个 人生小宴加无尽灯置业 有没有 对 那人很多嘛 对不对 来参加的人很多 然后 因为那个时候 陈嘉伦没有来上课嘛 所以 我就跟那个 黄书尔讲说 你一定要接引陈佳伦啦 我说他那个 我在回向的时候 观想他那个流 不是好事情 我说你一定要想办法接引他来 他说 哎呦疏我是没有射受力 我说 好吧 你没射受力 我来吧 我就发了一个请帖给他 叫他要来参加那个 那个什么 对 人生小宴 对 他就来了 他就当贵宾坐到我旁边的旁边 然后 譬如说 我坐在中间 这边黄国义 这边陈嘉伦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弟子嘛 这边很多 张慧珍坐在这里 他看陈嘉伦是不是看得最清楚 因为陈嘉伦的流刚好在这边 所以张慧珍下 结束了以后就来 赶快跑 用跑的跟我讲说 哦 师傅你一定要救他 我他说 陈嘉伦这边有一个肿瘤好大喔 我说 听说他不要开刀 他说 没有我跑去问他 他说 开刀的日子已经确定了 你看 黄书娥又骗我 对吧 所以 他已经多少次了 像上次参加那个卢静怡的群组 他也是死不承认嘛 对吧 这种非常坏的习惯 后来我就把陈嘉伦找来 我问他说 你是不是已经确定要开刀了 他说对 我说哪一天要开刀啊 他就跟我讲 2月好像是2月13号 可是他讲那个日子 是礼拜天 sorry 是礼拜六 然后后来他就有来上课 有来上课 有来上课了以后 大家都在讲 我就说 要请大家为他回向 然后我说他那一天 哪一天要开刀 后来下课以后 在电梯口 大家都说 那一天是礼拜六 根本不可能开刀 可是陈嘉伦一直执意说 他就是那一天开刀 然后黄书娥说 不是吧 因为那天是礼拜六 礼拜六哪有可能 他好大声喔 就骂黄书娥说 就是那一天 结果后来证明谁错啊 陈嘉伦错嘛 对吧 所以人不要脾气太大 你脾气太大 很容易长瘤啊 长什么恶性肿瘤啊 很多的 很多的病是你 从你的内心爆发出来的 那个怨气 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就说 不是有一次我说 陈嘉伦不来上课也很好啦 你比较自由嘛 对吧 然后我就说 黄书娥你 你们陈嘉伦没来 你表现比较好 因为他 你从他们夫妻的相处看出来 他是长期被压制的状态 对 那这个能够怎么讲 这个就是累世的冤在嘛 能够像王滬中跟王慈琴那样和谐相处的 老实说非常的少啦 对不对 给他们先抗力掌声 再说 能够像林柔跟谢明忠的 也是非常少 对不对 对嘛 所以还是要给他们掌声 真的不容易啊 谢明忠现在什么都行耶 对太了不起了 谢明忠你看嘛 谢明忠从黑道大哥到现在 能写新的报告 能写回应文 什么都能够跟上 大那班长他都能够跟上 这个代表什么 跟对师父用对方法 你一定要有方法 你没有方法的话 你上N多课还是没有用 一定要有方法 你看到我们班上的同学 几乎肃清了那个负能量以后 几乎每一个都跟上 对吧 没有一个跟不上 哪有谁跟不上啊 以前沈荣海不是都跟不上吗 都跟不上吗 林慧美也都跟不上吗 那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好多人都不写啊 大家都有样学样啊 所以为什么要开除负能量 就是这样 让你没地方看嘛 对吧 才不会互相 互相投射负能量嘛 开除了以后 你看不都写得很好嘛 对吧 所以沈荣海上榜 有他的原因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但是当然他第一次上榜 每一个第一次上榜的 都不是那么理想啦 他的不理想在哪里 他们贤抗力 患了同一毛病 食物讲看视频的时候 你在课堂上去分享那个视频 可不可以再讲那个视频的内容 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啊 大家都在看那个视频 大家都知道那个内容了 你要写 你要讲一堆那个视频 要干嘛 一样嘛 你写那个 你写新的报告的时候 谢谢我自己来 你写新的报告的时候 你也一样是不能 不能又把视频的内容写 写得清清楚楚 什么30年前的面殿啊 那个小朋友又偷什么 你写那些要干嘛啊 你看到吗 师父的那个挂出去的那个教学厢长 我一定会提到 开场视频是什么名字 你们都没写开场视频是什么名字嘛 对吧 开场视频是什么名字 描述什么 一句话顶多20个字一定要了解掉 一样啊 我帮沈荣海改他的上版文 也是一样 不可能长篇大论 又在那边描述 描述那个开场视频 谁要看啊 没人要看你的文章就不值钱嘛 对吧 你的文章是必须要怎么样 要精辟入理 你要让大家感受到你的文章 是非常高档的 所以你看 我有一个群组是叫企业家 全部通通都是企业家 他们每一个都点赞 你要知道那企业家都是忙到不行的 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点赞 因为我也有跟传那个传给你们说 为什么要点赞 那个我有传给他们 然后他们以前都在自己的群组点赞 后来后来我就说你在自己的群组点赞 我没时间去关注你 因为九点以前点赞的 我一定老实为这些人回向 我说所以你一定要赶上九点以前要点赞 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人 讲一次他就听懂了 第二天他就全部 那个企业家群组全部都点赞 全部 我就说你看这样子的姻缘多好 六岁就能够听闻文书法教 对吧 这真的是好大的福报 不管他听不听得懂 至少他已经开始熏息了 对吧 这就是了不起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 这么大的福报 对吧 是啊 麻糬也了不起 麻糬也很了不起 对麻糬 你三句不离本行 好来 1 2 3 Go 完户中 对 师傅各位学长 那我看这张图就是 就是会觉得他可能 比较像是一个 你可以 我的感觉像是一个 宇宙中的一个 很多的星系 但是也好像是一个 讲我们讲说一个 那种很多粒子在那边纠缠的感觉 那我就想到说 跟今天课程就会 想到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 如果从宇宙来感觉 感觉就好像他一个 你可以把它想成说 他有一个原点 然后 不管是大爆炸还是怎么样 就是产生了很多 宇宙的万象这样子 那他其实也是呼应 我们生命的起源原点 可能就是从一个 中细本质 然后就是绽放出所有的 很多宇宙万象来 那另外一个 我刚才有提到说 但他其实也很像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一个很多的粒子在那边 因为有很多粒子 然后很多线条 那好像就是他们在那边 纏绕啊 纠缠这样子 那就感觉到又很像 我们在讲量子纠缠 纠缠 对对对 然后就是会变成说 这些东西 其实感觉起来 他好像是 有一些是轨迹 但是又有一些好像是 散布的非常的 就是不规则 就是说 所以就是有点像 我感觉到就是之前有讲过 那样子 可能呈现有一些失序的状态 但是他也可能会回到 有序的状态 那这个失序跟有序 它其实就是一个 其实都是在 现象界我们里面的一个呈现 那我们去把这个 这样子一个状态 其实去拔高思维以后 其实就回归到我们 真正的 就是我们终极本质里面 就是如如不动的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讲 心灵结果里面最重要就是 我们终极本质 对我们都要终极本质 对 如如不动 如果说你从量子纠缠 如果说这张图是量子纠缠 你怎么切进生命的奥秘 还有心灵结构 新人课就是因为 似乎还是会讲的比较浅 像方雅云也是新人 辛迪也算是新人 所以我会讲的比较浅一点 那但是譬如说上个礼拜 我们也是新人课 但是似乎还是会 有一些讲得很深 对吧 就是要兼顾啦 兼顾旧生跟新生 对 如果他是量子纠缠的话 怎么切进去生命的奥秘 其实很容易 我怎么说他很容易 量子灵魂是不是量子纠缠了一种 否则他不会永恒存在嘛 对吧 所以你从量子纠缠的角度 透过量子灵魂的话 就已经达到了生命的奥秘了 接下来是心灵结构 就是说你的心分几层啊 你的心怎么运作的呀 对吧 是 所以这个就是在帮助你 再一次 当然你的 那个思维的能力是非常好 但是 但是 就是说 你也许就是只是 从一个视角去看 但是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 这看起来又很像量子纠缠 我就想到 说 那如果他是量子纠缠 你怎么切到生命的奥秘 就是你要训练大家多元面向去思考 现在的时代 跨界融合是很重要 跨界融合 你千万不要只停留在佛教的毅力 你佛教也要能够跟量子力学对话 佛教也要能够跟心理学对话 你佛教也要能够跟基督教去对话 你的生命才会绽放光彩 你才不会死在佛教的领域里 太狭隘的话 就是变成固执了嘛 对吧 就像譬如说 那个 那个严信林 其实我很早已经预知 他可能撑不下去 他虽然看起来表现很好 但是 他最大的致命伤是什么 最大的致命伤不就是固执嘛 对吧 蒋路华带他去换手机 蒋路华回来就跟我讲说 喔这个人好固执喔 完全劝不动 那你说明一下好了 你举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来教导大家 像他那样子就是危险的 特别在这个竞争那么厉害的时代 是一定不能那样子过生活 你好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蒋路华 那个 他 因为我就是教他简单的copy 然后到朋友圈 去贴上 贴上 然后如何从朋友圈转出去 就这三个动作 但是 麦克风 但是 袁迅琳他 他可能 我有要他抄 抄起来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 可是他 他就说这个 他没有办法 他要用他的方法 他要用他自己的方法 然后我就 只好迁就他 因为他没有办法听我的 我只好迁就他 然后他就看他 他用很初级的方式 就他自己的方式 光是从这一系列 可能我们做一分钟 可是他要做一个小时 整整这一个小时 我就看他这一间点完 又用他的 但是我如果插话 说这个是不行 我要看他做 他做错了以后我就说 那他在哪里重来一次 我就是坐在旁边陪他 试着他用错误的方法 做了一个小时 直到最后他很熟练 就是那时候我才能够离开 这样子 我并不是他来学习我的方法 而是我去迁就他的方法 所以你听到没 一个人固执到他不愿意改变 这就是致命伤 你的生命一定是不能这样经营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会讲到阿拉耶使的三个特性 三个意涵三个能辨 你看吧 以前你们讲阿拉耶使 你就只知道有四个字 就叫阿拉耶使而已 对吧 其他的什么都不懂 对吧 对 然后现在因为师父要开始教那个韦石嘛 所以你也要跟上来 你要跟上来 而不是叫你要去听韦石的课 那个蒋荣立 我不是发布了那个韦石的那个课纲嘛 教学的课纲 很深吧 你们看懂了哪一条阿 完全看不懂 对 我保证你完全看不懂 然后蒋荣立 看了那个课纲 什么都没讲 他竟然就告诉我说 我礼拜天有事我不能去上课 这太low了嘛 对不对 只不能这么回应啦 你要回应那个重点嘛 对吧 不管你看不看得懂 几乎绝宣的成员 绝宣现在人很多啊 还有两个在外头等着要进来 等了两个礼拜 我没时间理他呢 因为我还得要找时间 来看我什么时候有空 帮他举办那个欢迎食啊 我现在真的没空 非常非常任何一个分钟 通通都在忙碌 他们两个在外头 等了两个礼拜了 还没进来 但是 现在绝宣有一个非常好的风气 他们在外头都已经开始在写回应文了 而且挂到那个朋友圈 为什么 因为他交我微信 他才能向我提交入宣申请书嘛 对吧 所以他一定可以上到那个朋友圈嘛 我看他们都已经开始在写 而且写得非常不错 对 绝宣现在已经有四个医师了 现在要进来了 这其中也有一个试一试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一定要 为什么你看像在台湾就推动什么都很困难 在中国大陆在决心推动什么 一下子就推动了 就全面了 为什么 你认为原因出在哪里 比如说道克你们推半天 只有那个沈其军有接引成功 书伟成 我们给沈其军加油 谢谢 非常感恩 那你看道克这么简单的事都不容易 对吧 决西宣训练 那个训练是从起早从五点一直到晚上十点 对吧 那人家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外头等着要进来 你认为差异在哪里 要把你丢到决心的平台 你现在不在决心的那个氛围里头没有啊 决心的严苛你根本没有感受到嘛 对吧 要你五点起身 你做得到吗 像忠仙利跟尤娟都是三点就得要起身啊 对吧 你做得到吗 你想都不敢想 对吧 要你五点起身你做得到吗 每天喔 每天喔 你当然做不到啊 你连尝试你都不愿意尝试嘛 对吧 所以你有进入决心的训练的氛围吗 没有嘛 当然没有嘛 你只是还在外头跟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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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你几点起身啊 常常五点 常常五点 但是你没有牵到所以who knows 对吧 是的 所以那都决宣真的很严啊 非常非常严 但是你看得到他们的进步 你要推动什么决宣 非常快马上就进入状况 非常快 然后每一个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加进来 这么严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加进来 他看到他的困境改善了 他的财苦改善了 他的官司解决了吗 对吧 看到各个人生的困境改善了 这就是决宣厉害的地方 好 我身边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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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拿出财务 我身边的功能 也许后面看不到姿态小孩 不断的追求财富会让我扭曲 上帝给了我们感官 就是让我们感受到每个人心中的爱 不是财富带来的幻想 在我生命中赢得的财富 我不能带着离开 我只能带着爱情中沉淀的记忆 就是跟着你的真正财富陪伴你 给你力量和光芒照耀着继续下去 爱可以行一千里 生活是没有限制的 去你想去的地方 达到你想要的高峰 这一切都在你的心中和手中 世界上最昂贵的床是什么 就是病床 你可以聘请一个人为你开车 为你赚钱 但你不能聘请一个人为你承受疾病 物质的损失是可以找回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失去了是永远都找不回的 生命 当一个人走进手术室时 他会意识到有一本书他还没有阅读完 健康生活的书 无论你现在的生活属于哪一个阶段 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将会面对窗帘下降的那一天 就是面对死亡 珍惜爱你的家人 爱你的伴侣 爱你的朋友 善待自己 爱惜他人 应该是 cherish 应该是翻成 珍惜会更好 珍惜他人 他只有56岁 小年56岁就走了 留下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好的 各位同学 我们刚刚已经观赏了 贾伯斯生前最后一段谈话视频 那这个视频的简介 师傅大致上讲一下 Steve Jobs 贾伯斯 中国大陆分成乔布斯 就是苹果的创始人 他在生前的一个省思 他强调世界上最贵的床就是病床 病苦最苦 因为无人能够替代 那么什么是成功呢 所以我们应该进行省思一下 贾伯斯的成功在哪 请你比较 贾伯斯与Elon Musk 他们两个人的成功 那么两岸的学子都必须要将 上面这些提问 如果生命可以再来一次 请给贾伯斯中肯的建议 这三段的提问 两岸的学子 请你回应在新的报告当中的第一段 段落的名称 同意是 回应 谁能与我同行 当然 施伍有自己的回应 对吧 所以你不能超施伍的回应 对吧 施伍的第一个回应是 爱与苦痛 是生命存在的意义 爱与苦痛 常用以彰显生命存在的意义 爱是心灵的共鸣 他不用听见 也不需要看见 苦痛的意义则是带来生命的觉醒 因为苦痛触及最深层的生命价值 比如说Steve Jobs 他就是借由苦痛 他面临了病苦嘛 对吧 那请问他有觉醒吗 好 那我们反观 即便像释迦摩尼佛 他出生于皇宫 享受的是家庭的天伦之乐 然而他的觉醒 却是来自四个城门外 他亲自看到 人生的生脑病是苦 可见苦痛是最容易 寇享醒世的宏宗 当然这要 因每一个人的智慧 而有所差异 所谓的有所差异 是觉醒的程度 有所差异 至于要了悟生命存在的意义 这必须要超越 爱与苦痛 烦恼的两端束缚 换句话说 不恶忠道 non-duality middle way 是执起生命存在意义的金钥匙 是诸佛共许 也是佛教各宗各派 共同的执见 以下我们继续来看 师父的给大家的回应 四种缘起 这是佛教的宇宙观 因为我们死了以后 我们的灵魂不会死 对吧 根据量子灵魂的观点来说 我们的灵石不会死 所以我们的灵石跑去哪呢 跑到波函数的宇宙能量场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 佛教的宇宙观 也就是四种缘起 他怎么来说的 四种缘起的理论 是世尊对现象界宇宙万象 他的生起与消灭的原因条件 所证悟的法则 换句话说 释迦摩尼佛对古印度诸外道主张的我 及诸法具有实在的自信等论点 予以否定 因此四尊主张万法缘起 还有四种不同的见解 第一个夜感缘起 小畅教主张说 一切万法都是由于个人的业力 只感应而生起 第二个是 阿拉耶缘起 大畅的使教主张 说阿拉耶 还是阿拉耶时 含长万法的种子 一切根生器界 都是由阿拉耶时所生起 第三个是 真如缘起 大畅的宗教主张 说由于真如随缘 才会生出万法来 那最高阶当然是 法界缘起 只是一秤 原教 一秤就是佛秤 原教主张 法 说一片法 法界一切事物 有为无为 色心 一正 过去 现在 未来 进 成 一大 缘起 这就是法界缘起 那么 接下来分享 凡夫的小爱 他是没有办法圆满胜收的 所以这边要 扩证一下社会的视听 凡夫小爱 他是没有办法圆满胜收的 主要原因是 第一 占有 就像贾博士 他也是占有伴侣 占有他的Apple产品 等等 占有 是错误的触发性 错误的起点 当然无力兼顾彼此的付出 第二 共享的基础是 互义 例如 夫妻 有共同的兴趣 共同的三观 世界观 生命观 价值观等 但是 通常彼此是互义的 所以不容易培养 同甘 共苦的 深情 第三个是 同理心 这是爱的大前提 就是同理心 培养同理心 Empathy 才能够成功地 试穿他人的鞋 最终升起 真爱的第一步 贾博士 截至临终的一刻 展现出来的 都是凡夫小爱 在生命的长流中 缺乏与宇宙 同平共正的基础 这就是小爱的 小善的弱点 当无常来临的时候 立刻倒地不起 这个值得大家来注意 因为很多人 一直在追求 对家庭的爱 对配偶的忠诚 只是这样吗 活着只为了这样子吗 那也是太危险了 接下来分享 三秤人的大爱 这个还不够究竟 这只是中途取证而已 但是他强过凡夫小爱 真爱无限 无缘大慈 统礼大悲之二 三秤人的大爱 是指众生缘慈悲 法缘慈悲 三秤指的是 身文秤的阿洛汉 圆绝秤的最高 是毕之佛 以及菩萨秤 最高是登地的菩萨 这一类的贤达圣人 展现两种高于凡夫之爱 第一个是 众生缘慈悲 亦指凡夫或 为断烦恼的行者 所生起的慈悲 他是对一切众生 都是如同父母兄妹 亦或眷属 因此他才能够 经常生起 娱乐拔骨的心 然而这样的爱 大前提是 将众生视同 亲生眷属 这是严格的执着 可见 众生缘慈悲 仍然具足 我执的束缚 必然生起烦恼 第二点就是 法缘慈悲 进一步破除 对我的执着 对众生愿意 随力随分 拔苦与乐 这是以断烦恼 达于法空的三寸 圣人所生起的慈悲 还不是就近的慈悲 终而观之 以上三寸人的慈悲 显然为达到圆满境界 一样容易生起烦恼 因此只属于中途取证 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 诸佛最就近圆满的 无缘大慈 还有同体大悲 诸佛真爱无限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诸佛展现对众生的慈悲与特质 是真爱无限的终极体现 他应该具备两大特质 第一 最圆满慈悲视线 超越人 我 宇宙 万法 各种外向的执着 根据这一点 超越三寸人的众生源慈悲 以及法源慈悲 因此呈现最圆满 没有我直束缚的慈悲 第二 最终极真理的体现 因为诸佛以证悟根本质的 一如平等性 oneness 根据这一点 普度一切 有情 非情众生 无有法治障碍 这是诸佛 智慧 最终极的彰显 以上师父所讲的这么几张投影片 他的全文的经典 如下 是 能觉经悬翼云 如随众色摩尼 随入众生威细之心 而以化身随心亮度 此事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不同三寸生 缘法 缘慈悲 故云慈悲 无上也 这也是最就近的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好的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探讨 生命的奥秘 也就是我们的心灵结构 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1963年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观点 是这么说的 这个临时呢 是非物质性的 也就是临时的行程 临时 实质推动大脑 是脑神经细胞发动工作 临时在脑死后 仍然具有生命活动的迹象 1984年 接下来这两段跟这堂课无关 所以师父就不再讲解 1984年那一个 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 剖析生命的组成 生命的组成应该有有形的阳性的部分 还有无形的阴性的 所谓有形的阴性的部分 还有无形的阳性的部分 那有形的是多变的肉体 物质 电子 所以它属于阴性 这是所谓的生命的形式 那么左边这一块无形的 它是来自于零时 非物质性 核子 阳性 那么这一块就是所谓改变命运的重点 也就是生命的本质 这一堂课以前 大部分的人都是习惯性 来注重右边有形的阴性的这一块 因为我们对阳性 就是不改变的这一块 我们不认识 所以这一堂课的重点 就是把这个披露清楚 那么继续我们还是要来解说 这个生命奥秘的临时的结构 是我们要来看看 维时的构图 维时是佛教的心理学 然后呢 维时把这个海平面是荣格心理学所画出来的 海平面以上称为表层意识 海平面以下称为生成潜意识 表层意识就是眼识 就是五识加第六识 一识合起来称为表层意识 这个识应该要被解释为神经系统 所以是 就是眼识 眼就是看到的这个眼识呢 它又称为视觉神经系统 耳识称为听觉神经系统 因为我人有外耳科 但是我们会听不到 因为听觉神经系统毁坏了 依此类推 所以表层意识 除了前五识以外 接下来就进入第六识 比如说我用眼识 我用视觉神经看到了圣玄师父 然后看到的时候 自己是不会辨别的 辨别要立刻把这个形象丢给第六识 也就是意识 那才能够产生了别的作用 至于莫纳时 莫纳时就是所谓的心意识里头的意 莫纳就是它的功能是横省思量 横长的审查 而且不断的思量 因此呢 他会把阿赖耶使所看 所想 通通都当作自己 那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所以然后加上他又很省思量 所以他就是我人执着的来源 阿赖耶使则是机场的一个仓库 阿就是心 拉也就是机场 好的坏的 不好不坏的 全通通都进入这个阿赖耶使 心的最大的一个仓库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因为阿赖耶使 他是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 因此呢 就是这个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 他是没有办法显现他的形态 但是师傅为了教学 所以把它画成红青 他里头保藏了三种类型的种子 善业 业就是action 就是行为 善行为 师傅用圈来表达 恶行为称为 用差 那么无忌就是 不善不恶 所以中间这有一个因 就是我们照做的身口意行为 直接 投入在这个阿赖耶使里头 然后 等这个能量 每一个行为都有能量 等能量的饱足感 饱足了以后 他会自动投射出来 变形 让我们 面对 善的果 善的果 人就是贵 人事就是升官发财诸事 食就是时间管理良好 地就是 吉祥地 所谓的吉地 还有物 物就是吉物 相反的 从恶的种子 所衍生出来的 就是小人 人就是小人 事情就是衰事 对吧 实就是不吉祥的时间点 地点 也是不吉祥 所以阿赖耶使是从因 投射成为果 那么中间就会 路过所谓的缘 缘 就是 因缘 那个缘 善的 种子 感召 善的缘 缘 英文叫做 condition 就是条件的意思 也就是说 因 的 这个种子 能量保足了以后 要有合适的 condition 合适的条件 它才会变现 成为果 同样的 恶的种子 也是这样子 值得注意的是 三角形这一块 不善不恶 也就是 超越二元对立 这个就是 即将要变现 成为 这个 菩提 种子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阿赖耶使里头 有无名的种子 然后也有 这个 如来藏 如来藏就是 真如在 烦恼当中 所以你看 这个不善不恶 是真如的种子 可是它在 周遭都是烦恼 所以我们可以 非常明显的知道 这一个重点 无名的种子 加上 如来藏的种子 如来藏 就是 真如 仍然在烦恼中 借由修行的力量 真如如果 出了烦恼 我们就称它为 法身佛 这可以来证明 心佛众生 是无恶无别的 每一个众生 都含藏着 如来的智慧 德相 是因为 业障深重 所以没有办法 去彰显 根本智慧 那接下来 就要来 说明 我们的阿赖耶使 有三个 特性 三个 这个意涵 还有三个 特质 第一个是 阿赖耶使 他的三大特性 是阿赖耶使 又称为 意熟使 意识而熟 在台北造作 也许 未来成熟的果 是在 中国大陆 也说不定 意地而熟 就是 在 台北造作 可能在台北受报 或者是 意地而受报 跟意识而熟 不太一样 意识而熟 是 现在造作 也许 要 拖延到 这个 未来时 才能够受报 那怎么决定呢 就是 以他能量的 饱足感 来判准 第三个 就是 能量 涉及中 不是不报 而是 时候未到 一定 不要 心存 侥幸 好 接下来 我们要来看 就是 阿拉耶使的第二个意涵 就是三意涵 第一个能藏 能藏的意思是说 阿拉耶使 藏 就是自动感召 藏起来 藏了些什么东西呢 藏 好 然后 接下来 所藏 所藏 就是 就现行的 熏习的种子而言 所藏指的是 第八阿拉耶使 是第七莫纳使 执着的那个意识 转时 熏习诸法的 藏所 所以称为 所藏 所以所藏 是针对 第七阿拉耶使 第七莫纳使 而言说的 再来 时藏 时藏 第七莫纳使 因为虚妄 而恒常 直取第八阿拉耶使 为使我使法 所以又称为 我爱 时藏 好 接下来 我们要来看 三能变 粗能变 指的是 第八阿拉耶使 当夜行的种子 成熟的时候 就具有能变 境界的力量 遇到增上缘的时候 立即就变现了起来 因此阿拉耶使 又称为 易熟能变 赤能变 赤能变 指的是 第七莫纳使 夜的种子 虽然成熟了 然而 他也要依赖 莫纳使 不断的执着 说 第八阿拉耶使 是我 一直不断的执着 而且发挥 他的 恒省 施良的作用 让现象界存在 所以莫纳使 又称为 施良能变 也就是所谓的 次能变 第三能变 就是前六时 指的是 虽然第七第八 两个时 具有能变的性能 但是如果没有 第六时 依照六根 也就是眼耳鼻舌身 一根 来了别 所谓的色身 相畏触法 这六层 那么现象界 也不可能成立 所以第六意识 又名为 了别能变 好 所以 第八阿拉耶使 是一手能变 第七 莫纳使 是施良能变 第六 意识 是叫做 了别能变 重要的提醒是说 累世众生 生口意 行为能量的种子 被详实的 记录在阿拉耶使 这些种子 必须要透过 上述 上述三种能变 才能朗现成为 现象界的 风花雪叶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 共同探讨 量子灵魂 也就是当代最夯的 量子灵魂 它如何来对话 阿拉耶使 发现量子灵魂 是2020年 英国物理学奖的得主 Sharag Pernos 与美国亚利桑纳大学 意识研究中心的 Hemerov 一是共同发现的 他们两人共同主张 当神经元 Neuron的微导管 Micro Tubal 里头的 零食的量子 它的有序的状态 已经消失的时候 那么零食就被迫 离开了肉体 重返宇宙波函数的 能量场 但大脑整体的信息 并没有被破坏 可见大脑信息 是被完整的 记录下来而已 只是精神性的 这个零食 失去了 有序的量子的状态 因此 他必须被迫 离开 物质性的肉体 因此 一旦当事人 又再度 投胎 转世 成功的话 那么被 第八阿赖耶使 所记录下来的 大脑的信息 将会被完整的 投入 全新的肉体的躯壳 因而形成 所谓的 命运三世说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还要 继续来探讨 阿赖耶使 他如实 详载的功能 原来是第八阿赖耶使 将所有的行为 信息记录下来 藏在神经元的 微导管 值得一提的是 科学家 过去 曾经以为 是藏在 运动定位 action potential 以为说 每一个身口意行为 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被 运动 就是动嘛 动态的这个 那个action potential 所记录 结果 后来发现 是不对的 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探讨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这个我 指的是 终极本质 所以 师傅首先要 揪篇 阿赖耶使 他并不是 等于 终极本质 所谓终极本质 ultimate reality 是宇宙万物 最高的 本源 也就是投影体 具有如如不动 寂灭 空性 emptiness 的特质 空性 他可以 纳受各种 不同时间 空间中的 造作因缘 令他 现行 成为 现象界的 宇宙万象 那 第八 阿赖耶使 他负责 记录 机场 现行 成为 现象界 所以他不是 终极本质 因为他会现行 所有行为 记录分 善恶 无忌业 也就是不善 不恶的 能量种子 所以 善恶 就是恶元 对立 然后 也就是 烦恼 执着 接下来 不善 不恶 则是超越 恶元 对立的 如来脏 的种子 却是重复 是覆盖在 恶元 对立的 烦恼之中的 第三 接下来 是如来脏 真如在 烦恼中 摄取如来 一切 果地 上面的 功德 所以 这也就是 我们要 证悟成佛的 一个利基点 如来脏 出烦恼 藉由生命实践 修行 来减化 阿拉耶使的 染拙 二元 对立 种子 才能够 超越 烦恼 令如来脏 由烦恼中 脱颖 而出 那就是 清净的 如来 的法身 这才是 人人皆有的 根本 智慧 终继 本质 以下来 共享 师父 设计的 一个图 这个图 挺重要 这个图 来告诉我们 航向 彼岸的 这是法船 就是真理的船 我们 透过 语言 来 修正 我们的 身口意行为 所以我们 现在看到 这条船 是架在 这个烦恼盒 上面 上面有 非常多的方法 语言方法 文字方法 声音 听文 都是方法 艺术 文化 也是方法 饮食 养生 全都是方法 包括科技 环境 宗教 信仰等 所以我们 藉由 听经文法 搭着 这条 法船 越过 烦恼 和直屈 大圆 的月亮 通常 佛教 习惯 把 大圆 的月亮 当作是 真理 现在我们 因为 累死的业障 我们沉沦 在 娑婆 世界 现在要 借由 听经文法 来 勇夺 回去 趋入 这个 终极的 整理 Emptiness 就是 易如的 平等性 接下来 我们要来探讨 最深的 就是 有相 陪伏 以及 无相 修会 刚刚讲了个大半天 都在箭头 以箭头横线的 以下 这一块 就是 前世的主音 加上今生的 祝缘 就会形成 今日的果报 前世的主音 就是 善的音 会 加上善的缘 就会形成 善的果 以此类推 师父是每天 一点以前 就起身向弟子 恭勤 早安 所以 这一个动作 也是 在积累 更高能量的 这个 修行的 功力的种子 以利度化 更多的众生 所以 这个 横杠的 这条 大的 箭头 特别标示出来 直觉法 是 所谓的 正念 正念 就是 不善不恶的意念 才叫做正念 不善不恶的意念 加上 动中禅定的方法 必然超越二元对立 然后 转化 负能量为正能量 乃至于高能量 所以 这个横线上面 所写的 这个 横线箭头 所写的 直觉法 是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他已经是被公认 现在 唯一能够清净意识的 一个工具 也就是方法论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更多的升华 这个三角形 是 Marshall 人本 心理学 之父 Marshall 他所提出来的 我们刚刚有讲 借由他的论文 就是说 借由这个因果律 的这个解说呢 我们可以知道 因果律 他是有像在赔福 方法有 耸心念佛 持咒 还有 忏悔 但是他 培育出来的 因为他没有超越二元堆利 所以他培育出来的 这个行为种子 都还是落在 有像的赔福 那么 从这个黄箭头 往上走 这 一二三四五 五块 全部都是 负能量 都是 逐步转化负能量 成为 高能量 转化负能量 成为高能量 所以 最下面的 这个台阶 是叫做 有像赔福 最下面 以上的 一二三四五 都是 无像修会 请看 最左边这边 无像修会 他有什么 内容呢 就是 要进行 思维拔高 也就是超越二元堆利 才能够得到 能量的提升 然后 为什么要能量提升呢 最主要就是要彰显 彰显我们的根本智慧 来提升我们的果位 最后圆满 这个 合一 指的是 我们的现象界 跟终极本质的 合一状态 接下来我们要来 经典援引 因为这个是配合贾博斯的生病 所以师父找了 那这一段经文 就是 维莫杰经文书问极品里头 所提到的 众生之病 非石油 经文是这么介绍的 就是说 众生之病 非石油 来自于 维莫杰经文书问极品 以下经典示意 如若凡夫 自身不断烦恼 却又对众生 升起救度的大悲 这是余思想 换句话说 要断烦恼 要超越烦恼 这个 如果有 如实来做 这个是 超越烦恼 就是指的是 无相 赔福 也就是 这个 四位的升华 四位一升华起来的话 众生 立刻兴起 这个 超越 疲厌的想法 因为 烦恼才会 令人疲厌 所以 烦恼的 那一个方法 应该要舍利 要培养 超越二元 对立的方法 老子的 《道德经》 第十三章 也做出了 类似的教导 他说 无所以有 大患者 为 无 无有身 即无 无身 无有和患 无人 有病苦 无人 有病苦 等大祸患 源于 对 波动 频率 比较低的 肉体 兴起了 执着的 也就是 只有的 这个意念 反过来说 如果 超越 这一个执着 那么 我的身 我的身体 如何可能有病 有病是因为 我的意识 落入了 这个现象界的 负能量 200以下 我现在想办法 要升华我的思维 变成超越二元 对立 那这样子的话 我如何可能 继续 受到病苦呢 所以 接下来 就是要来 强调说 执着的负能量 与 出众的肉身 属于 同一 低频 共振 带来的 就是 祸患 我能 摄取 诸佛 圣人的 高能量 为 己身 带来 这个 高频 共振 互补 长短 超越二元 对立 才能够 迈向 终极本质 佛性 与现象界 的 这个肉身 圆满合一 达到 同频 共振 的 最大化 换句话说 众生病 源于 执着的 攀缘 而非 这个 真正的 有病 这只是 一个幻象 源于 执着的 攀缘 因此 修行 要侧重 超越 我执 法 执 的 这种 束缚 唯有 超越 二元 对立 才能够 升华 思维 达到了 原正 菩提 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 自动的 超越 病与 不病 自动 超越 贫富 自动 超越 宠辱 等等 的 二元 对立 终于 来到了 直屈 原正 菩提 好的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暂时 上到这儿 书在这边 祝福大家 妙吉祥如意 期待 下个礼拜 再相逢